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我们对奔驰SMART的印象一直都是小巧玲珑的 虽然动力小但在城市里面出行是非常方便的 但就是这么一辆车还是被那些改装大神盯上了 直接给改装成了动力强悍的小钢炮 一般来说即使是改装车也要选择一些底子比较好的车 这样改装出来的车才会更暴躁 而奔驰SMART作为一款微型车 原厂搭载一台1.0升三缸发动机 最大动力只有71匹 最快时速也不过151公里每小时 可以说是毫无改装空间 但这位名叫BLUEBAG改装大神不知道咋回事 突然对SMART有了兴趣 要对他进行大刀扣服的改装 直接在车里面放了一台直升机的燃气涡轮发动机 瓦力直接由71匹飙升到了2000匹瓦力 并且最高时速也冲到了350侧公里每小时 非常的暴躁 到底有多暴躁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看看这动力排气管直接喷火 场面堪比火箭发射现场 但令人意外的是 这双车竟然可以正常上路 当地车管所直接发了一个J card牌照 难道就不怕上路引起火灾吗